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10月3日举办香港前途对谈论坛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和时代师进成员李启迪 获邀同台表达年轻一代对香港占领运动和政改之后政制发展的看法 黄之锋说从去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所作出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之后 公民社会意识到即使经过一个大型的占领运动 还未能够在政改方面拿到实质的成果 这个就代表一定要改变抗争模式 黄之锋又说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 民间在政改方面一直比较被动 而争取的方法还是一样 依然靠议员去表达争取普选和民主的诉求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 所有人开始发现倚家能力其实非常低 如果我们要保留香港继续有一个民主有自治的可能性的话 其实我们不能够回避的一个2047问题 因为如果1997的问题是1984年决定的时候 其实2047的问题就将会在2030年左右去讨论 由2015到2030年 我们就只有15年时间去预备这个讨论 同时主流的民主派会跟我们说 修改基本法或修宴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因为一碰完之后中共就害怕了 中共就生气了 所以不说就行的 但问题就是就算我们不说我们回避都好 去到2030年的时候 什么中共真的会被香港人在2047年之后 继续有司法独立呢 时代思俊的成员李启迪认为 人民的身份认同对香港自治空间有着极大的关系 假如普遍香港人认为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那就不会去争取自治空间 我会很担心就是 香港去到有一个moment 它有一个 有一个大的空间 可以给我们自决的时候 原来我们是 在身份认同的问题未搞清楚 有很多人 naturally觉得自己 我都不是香港人来的 香港当然是要在中国的部分 那么它的logic呢 他最近来到这里就叫做 他都没有考虑过 香港的长命 香港的政治长远发展 经济的长远发展 文化的长远发展 这些是不会去考虑之列的 因为对他意义 香港是处于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很自然 有记者谭家琪在香港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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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